大家都知道,减肥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但是也绝非不可能 由央视财经频道和光线传媒联手打造的大型减肥励志真人秀节目《超级减肥王》正在热播当中 参与其中的选手们,他们的减肥已经是卓有成效的了 但是随着比赛的推进,一定会有选手被淘汰 那这些淘汰的选手们,没有了教练的指导和同伴们的鼓励,他们还能够坚持减肥吗? 带着我们的疑问,我们就去到了刚刚被淘汰的减肥王选手王瑞琴的家中,看一看他现在的状况 我这次来参加就是希望给他做个榜样 让他知道妈妈30多岁能做到,能瘦下来,你也绝对能 35岁的王瑞琴是一个饭店老板,自幼就出来打拼的他,不想让儿子吃一丁点的苦 可也正是这份溺爱,造成了儿子才13岁,体重就已经达到了200斤 在意识到肥胖对身体的危害后,王瑞琴痛下决心来到超级减肥王减肥,要给儿子做出表率 刚来参加超级减肥王的时候的体重是227斤 今天我的体重是186斤,一共减了41斤 我觉得来了减肥王收获最大带走的就是一个减肥的观念 尽管因为减重百分比低于其他人半路被淘汰,但带着这份正能量 离开超级减肥王训练营之后的王瑞琴回到家乡 在当地的一家健身房,按照在训练营中学到的减肥方法与理念,坚持减肥 坚持自己减肥的同时,王瑞琴还带上了自己13岁的儿子 每天和儿子一起去健身房锻炼,已经成了王瑞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虽然被淘汰,但在超级减肥王总决赛当天 像王瑞琴这些选手还可以去到现场,争夺家庭减肥王的称号